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横卧山顶 而且还恰好在两条河流的分水岭上 当地有句谚语 一个雨点分两半 一半灌滋河 一半入温河 您怎么一听 一个雨点分成两半 滋河一半 温河一半 这个地方的气候特点 生态环境应该很不错 事实并非如此 在横顶村以西 要么是干旱缺水 要么洪水泛滥 但是在这个分水岭与东 却是旱季不旱 雨季不落 堪称是风水宝地 横顶村恰在分水岭之上 这里千百年来是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一直就是经济发达 人口聚集之地 那么有人会说了 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分水岭 这个横卧山梁的古村又有着什么蹊跷之处呢 滋河与温河的流域面积都超过一千平方千米 是山东省内较大的河流 莱鲁市河庄祥的横顶村 是滋河与温河距离最近的地方 历史上 莱鲁所在的鲁中地区 是气象灾害的多发区 民国期间修订的莱鲁县制里面 记载了清以前历朝历代发生在莱鲁的自然灾害 其中多半是旱灾 莱鲁地区的气象记录表明 旱灾 洪涝在此地都有发生 而横顶村却似乎是一个特例 历史上这里从未出现过大旱大涝 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宝地 为何横顶村的气候条件如此优越 这和村子以西的那道风水岭有没有关系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定到横顶村去一探究竟 横顶村位于鲁中地区的莱鲁市河庄乡 据省会济南市123千米 这一带多山地丘陵 横顶村就位于泰山渔脉的山岭之上 海拔约为500米 设置组进入横顶村之后 向当地村民求证传言是否属实 他们都表示这里雨季不浪 汗季不汗 是一个风调雨顺 人寿年峰的宝地 鲁 鲁 汗季不汗的人 那鲁 汗 汗 汗 净 汗 汗 鱼 汗 汗 汗 你的枪法打得挺精彩 这叫什么枪啊 那个想出来就是 鲁朝罗 Jesús的一套挪江枪法 喲 鸾上剑向我们介绍说 附近村庄还有不少习武之人 多因此地历史上 从事军事要塞 常有驻军屯兵 出过很多武将 所以在平坚上武的古风传承至今 说到上武古风的由来 这也和横顶村的地理位置有关 前面咱们说了 它位于滋河温河的分水岭上 其实它还处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上 你看这是一段长城遗址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长城 它就在今天横顶村的村边上 打仗讲就是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横顶村这一带作为兵营 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此地 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草 筹集军粮不在话下 这也间接地证明了 横顶村所在之地 自古便是粮食收成的稳定之地 史料有记载 当地常有旱灾 可是横顶村为何年年的风调雨顺呢 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青龙护佑 为此他们还在村里修了庙 供奉起青龙 村民们说了 说这青龙可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那是有真身的 就在村西头 呦 还真有龙不成吗 村民们说的这个小青龙 究竟长得什么样 它又是怎么样护佑着横顶村的呢 在村民的指引下 摄制组找到了当地人所说的青龙 它就隐藏在村西头的一处农田里 仔细观察 眼前的青龙石确实形态起异 青龙长约50米 高约3米 通体呈青灰色 乍一看恰似一条藤龙扭动身躯 连身上的龙鳞都清晰可见 村民说 这条活灵活现的小青龙 就是保佑横顶村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的龙脉 当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这条小青龙 这是东海龙王最小的儿子 被派来镇守冬月泰山 他飞临至此 只见下界一道山梁蜿蜒挺拔 两条大河奔勇浩荡 于是便在两河间的山梁上折服下来 于是恒顶村从此既无水患 也无旱灾 石河年峰 老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了 但是青龙石却在眼前 这块形态奇异的石头究竟有着什么来历 这块石头与恒顶村的生态环境到底有没有关系 为了彻底弄清青龙石与当地气候的关系 设置组请来了地质专家王来明老师 专家解释 这形似龙鳞的石头 其实是火山活动形成的柱状结礼 只不过由于当地地层曾经经受过外力挤压抬升 让本来是纵向的结礼变成了横向法语 青龙石的龙鳞状石头 其实是柱状结礼的横结面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这一带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地质变迁 那么这一切与恒顶村今天的气候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当年的火山活动所遗留的柱状结礼 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 在地质学上 华北板块南部的泰山及其余脉 被称作鲁西龙启 来吴正位于这个地贸单元当中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儿的柱状结礼最后能变成当地人所说的青龙石 不过它就是再热闹那也是几千万年前的事了 这么大一片区域 它的气候当然不可能受这么一块石头的影响 恒顶村旱既不旱 雨既不落这事肯定另有原因 青龙石的出现 表明这一带山体经受过巨大外力而变形 那么这种地质变迁 会不会是成就恒顶村小环境的关键因素呢 恒顶村的地形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为了勘察恒顶村一带的地形地貌 考察队来到了全村的最高点西庙 这里也是温河与滋河的分水岭 既是滋河和温河的分水岭 又是大的流域 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 然后周边这个位置又是整个流域的最低点 就是流域间歇的最低点 一个雨点分两半 一半灌滋河 一半入温河 这句民宴引起了考察队的兴趣 它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分水岭的地势特征 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地的干旱程度 队员来到村外 在高处仔细观察村子全貌 很快他们发现 恒顶村的布局似乎不同寻常 原来恒顶村虽然地处分水岭之上 但是村里的民居却全都建在了分水岭以东 村民们所说的旱季不旱 雨季不落 其实指的是分水岭的东边 也就是滋河这一侧 那么这样的布局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说奥秘就在于 可以将村子分成了两部分的这道分水岭吗 村庄向西大约两千米就能看见温河 考察队发现河道中巨石临巡 此时河道已经基本干涸 这里只零星分布着一些农田 并没有密集的村社民居 村民为什么不在这里建房定居呢 咱刚才从分水岭那个地方到这儿大概就是两车多米 五里地嘛 在从刚才那个仪器有测量一下 落差非常大 大概就八十多米 就是接近一百米了 就是说短距离这个落差这么大 说明这个河流应该是有水的话是特别的弹性 温河河道狭窄落差较大 如果雨季来临 湍急的水流很容易溢出河岸 发生洪涝灾害 当地人可能发现了这样的地理特点 所以选择了尽量远离混河河道的地方 建村居住 那么分水岭以东的滋河又是什么情况呢 考察队从分水岭向东走 同样是行进了两千米 就看到了滋河 滋河与温河最大的不同是河面宽阔 波澜不兴 岸边房屋林立 人口稠密 相距仅仅四千米的两条河流 为何水文条件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这边整个河道比较快阔 然后这个又特别平缓 所以说这边就是所谓 从南的水资料来讲 所谓丰富一些 生活生产应该是好一些 那边就只能靠天吃饭 温河这边靠天吃饭 难道滋河这边不靠天吃饭吗 它们相距不过就是四千米 这两个地方的地理地质条件 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 经过考察 队员们发现 在横顶村滋河这一侧 不仅农田遍布人口聚居 而且水井特别多 最奇特的就是东庙里的那一口 东庙处在地势最低的村的东头 庙与正中央供奉着玄武大地 因此也叫玄武庙 你乍一看这个庙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当地村民说了 说呀就在那个庙的那个神像的下边 那儿有一口井 玄武大地呀 其实就是坐在了一口井上 哎 你说这怪了啊 好不容易挖的井 让神像坐在身下 那这井还怎么用啊 下一位的井 先挖了井才给的没有呢 他这玄武大地嘛 他这团子 那可不得了 今天时间就看到了 那些辛争仙 温暖也是推特的 只是说要担心 不回答 你不想到那里 用别的 你走到 过了 只有哪里 想到 il庙的 你走到那里 那左叉 原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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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收集雨水 而到了大雨过后 井水则会外溢 似乎在调节着整个村子的水平衡 村民的描述唤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都想看看这口井它究竟怎么个贴法 可是考察队在横顶村等待了多日 也没赶上下雨 虽说没能验证村民们的说法 但却从侧面表明了这个地方确实很旱 这么干旱的地方 一口井它怎么可能调节全村的地表水地下水 让他们保持着平衡呢 不过这种现象倒也不是没有过 比如说湖南新田县有个龙家大院 那个大院中央的水塘里就有一口井 据说这一口井就有着调水的功能 您看看下面的短片就知道了 湖南省新田县简头镇黑居岭村的龙家大院 坐落在南岭的山谷洼地之中 极易遭受洪涝灾害 可是村民却说龙家大院自建成以来 从未遭受烟烙之灾 在龙家大院中央有一处水塘 中央的一口水井略显突兀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翟斧东教授 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这个那个是它这个落水洞 喀斯特地貌 原来在水井洞底有一个区域 被石头堵着 村民说这就是水井开关 一旦打开 池塘里的水会迅速下渗 而开关下面则深不可测 宅教授推测 龙家仙人发现了这处落水洞 于是利用天然凹陷的地形 在此修建了水塘 并在落水洞中安置一处机关 对雨水敞落进行人为控制 您看 看见了吗 一口井调节了整个村子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功能犹如一个地下小水库 不过龙家大院这口井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那是有条件的 龙家大院所在地是喀斯特地貌 村子下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落水洞 这口井其实它就是一个落水洞 地表水聚集以后便可以从这里走水了 但是横顶村玄武庙下面的井可不一样 前边您也看到了 柱状节里 说明此地呢 岩石构成多为玄武岩 玄武岩地区啊 自然不会有落水洞 不会有溶洞和地下河 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龙家大院那样的地下空间 可村民们说了 说我们这儿的这些古井啊 不仅能下水 它还能出水呢 要不是地下有什么古怪 这些井它怎么能这么稀奇呢 在庙中的老槐树旁边 水文专家杨丽芝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他发现有几块岩石露出地表 形态与日常所见的水平分布不同 它们是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出入于地面 这意味着什么呢 平常我们都是一个水平的 那么通过断裂以后 它可能延伸就竖起来了 也可能斜着都可能发生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是都直立了 那就是发生了70度的旋转 所以它就有水 专家认为 横顶村所在位置的地下沿层中 分布着大量断裂裂系 在地质挤压作用下 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样态 形成了一些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小构造 这些断裂裂系 能够很好地储存浅层地下水 适合挖井取水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了解 横顶村的地下水资源情况 考察队找到了村子中其他的水井 直观观察 这些井水面距离地表 大约2到3米左右 水量丰富 水质清澈 由此专家推断 大殿下的古井 如同一个汛水池 起到了对地下水的调节作用 雨季到来时 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汇集 沿着西高东低的地势 汇入村东头庙宇的地下暗道 在流经大殿下方的水井时 注入水井 起到了排水泄洪的作用 同时也通过大量裂系 对周围的几口水井 进行了水源的补给 使得这些水井四尽有水 即使在干旱世界 也从不干涸 即使短绳水量过大 溢出水井也不必担心 水会通过暗道出口 流出庙外村外 不会对村落人具安全 构成威胁 大殿下的古井 虽然失去工人取用的功能 但与庙中的暗道一起 在地表排水和补给地下水源方面 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它兼有蓄水池和泄洪通道的作用 为附近的村民提供水资源保障 古村落中众多的古井 与玄武庙大殿下的古井 具有相同的调节作用 它们共同维持 前藏在城市里面 帮助大殿下的古井 敌人到复古城里面 这个地方是有没有 在城市里面 那么维持 这些小型的核心 在城市里面 里面有没有 也有爆发 下来 在城市里面 从地理的角度来说确实十分重要 它方圆不过4000米 却不仅仅是滋合与温和的分水岭 同时也隔开了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 古人依据他们对山水的认识 和对地理环境的判断 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